下班高峰突发车祸 众目睽睽之下 刺激逃之夭夭 一男一女 第二个血不离西边 就模糊不清 一把太阳伞 一张照片 会将案件引向何方 一把太阳伞就到处可以买 这个不是周围什么很重要的 平安365千里追逃即将播出 2015年9月6日 山东省日照市开发区交警大队的民警 在辖区内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出世的两人是一对姐弟 都是附近玻璃厂的员工 弟弟王刚身受重伤意识模糊 而姐姐王娟则被撞飞近十米当场死亡 这个速度和创业率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个被一身闪在路面上 范围很广 出世时正至下班高峰期 很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车祸的发生 但照市车辆仍然不假思索地选择了逃逸 这让办案民警张福军觉得很是蹊跷 他立刻组织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走访看查 希望能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现场只有一双鞋 还有那一年确计 另外有一把遮阳伞 一把遮阳伞就到处可以买 这个不是周围什么很重要的 勘察的结果表明 现场只留有照市车辆挡风玻璃和保险杠的碎片 以及一把遮阳伞 均无法提供照市车辆的有效信息 附近的监控虽然拍下了18瞬间 但是由于角度和距离的限制 只能看到照市车辆的大致轮廓 正在民警们一筹莫展之际 围观群众提供了一套重要线索 这条线索就像是一个重磅炸弹 给毫无方向的侦查工作打开了缺口 但是有着11年办案经验的张福军却觉得 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好多桃鱼事故事一般有套牌他才敢桃鱼 因为在那个节点上 银楼量车路量的很大 并且在市区国方面都有监控 他还敢跑 我怀疑是不是 那个套牌呢 尽管有疑问 但考虑到日照是一个港口旅游城市 每天进出的人员众多 目击者提供的这个牌照归属地在山东辽城 一旦照市车辆离开日照 追捕起来将会十分困难 张福军决定 立刻对这个号码展开调查 通过调取车辆信息 张警官拨打了卢PEN769登机的电话号码 最后可是确定这个车辆所有人了 并不是这个车的实际拥有者 也不是这个车的驾驶者 因为车辆所有人了 并不在日照 是在辽城 一个农村 离这非常遥远 不可能 也不存在这种时间上的 时空上的存在性 原来肇事质量登记的车主 在辽城从事二手车销售工作 在买卖二手车时 常常顺手登记自己号码 但是对于真正的车主是谁 他早已忘记 这条重要的线索再次中断了 原计划离车早就 后来这个计划都一下就跑好 日照市开发区交警大队 连夜成立了装案组研讨案情 但是他们现在掌握的有效信息 只有监控中一闪而过的车影 鲁匹一人769的车牌号 是否准确 又该从哪里打开突破口呢 像这个类型的车 明不一时的车 小货车还多 光凭这一点难度是非常大的 在一次次梳理线索的过程中 张福军终于发现了 一个一直被忽略的信息 这个发现立即改变了侦破思路 在油车找人无果的情况下 是否可以通过其他细节分析出赵氏司机的信息呢 再一次的查询 张福军有了重大发现 这辆小货车 在发生事故的时候 前半年 一直在遇到这货动 每次拉的货 这个车上一直放到它的车顶上面 在违章系统中 民警们找到了嫌疑车辆大量的违章信息 通过调取监控拍摄的违章照片 张福军发现 这辆车的车顶上 常年放着一把太阳伞 与现场一路的太阳伞十分相似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 赵氏车辆就是鲁PEN769 这一发现 让报案民警看到了希望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 他们又找到了一些线索 经常在夜间 一点至两点 以及早上起来的五点至六点之间 经常会走过某一个路段 去的时候是空车 回来的时候呢 车里再有一些货物 凌晨一点到五点 大多数人都应该进入了梦乡 这辆车为什么会频繁出现在深夜 车顶上的太阳伞 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将所有的键索联系在一起 侦办人员有了答案 蔬菜的开业时间 批发的时间 大约在凌晨两三点钟 到金箔市场 营业时间一般是在凌晨 早上起来的五六点钟 这个时间段正好符合 这里人群的作息规律 我们只确定它肯定是 充实小贩子 插贩子的 缠密推理 照射自己浮出水面 当时我们的盘导一 可能它就翻正常的能力 辗转七地 事故真相能否水落石出 平安365千里追逃 正在播出 受害姐弟俩的老父亲 听到儿女出事连夜赶到了日照 小儿子王刚只有25岁 工作刚刚有了起色 便叫二姐王娟来日照一起打工 没想到仅仅一周 一双儿女双双出事 一家人就这样阴阳永歌 并将近七十岁了 那边老孩子说啥呢 我妹妹刚三十三 弟弟二十五 造成正大损失 主要是这个肇事者 太不是人了 你说你当时创了人了 你马上 你别说你那啥 别说成不成担者 人家主要问 你先把伤者送医院的 报警也行 我们都看到那监控了 撩了 今天我们刚给病毒馆过来 看到我妹妹那个产 那就不用提了 受害者家属的遭遇 触动了办案民警的神经 尽管通过分析 他们能够初步确认 造势车辆很可能是在市区 从事输果运输销售的货车 但要准确锁定造势嫌疑人 仍需要大量的工作 他既然是裁判子的话 他不可能是流动的 他肯定有个固定的场所 所以我们又从这个方面 打突破口 办案民警将数据照片中 驾驶人影像信息打印出来 分头到案发地附近的 几个农贸市场 进行逐一走访调查 你看咱们市场 每天找到个人买菜的 这辆车是幽灵的 幽灵的 这辆车是幽灵的 他明确看到照片 明确就很肯定地告诉我 这辆车 就是在我们的市场 平时买菜的 市场管理员说 照片中的驾驶人 和副驾驶上的女乘客 与他们市场的菜饭张林夫妇很像 但是不巧的是 张林夫妇今天并没有来做生意 就那么巧他就没出汤 结果跟他们市场 流流电话也打 关机 可能性怀疑 可能性就增大了 在走访中民警得知 张林是泰安人 来这个市场卖菜 有一年多了 平时不大爱讲话 但就在前不久 他因为生意生的事情 和林摊位的老乡大打出手 这个信息引起了专案组民警的注意 他们决定到辖区派出所询问情况 为了不打草惊蛇 张福军和派出所的民警商量 以处理打架的事情为理由 给张林打电话 这一次电话终于打通了 回答得非常简单 就说我家里出了一件事情 我们的怀疑 第一 他对这个事有警惕性 他不想露面 第二 他是不是会老家 民警通过技术手段得知 嫌疑人张林此时正位于距离 日照市85公里外的黄岛市区 很可能已经出逃 专案组立即决定 火速前往黄岛进行追击 一到黄岛 我们车一到黄岛 发现他这个手机信号中断了 当时我们的盘导仪 可能他就翻正常的能力 在当地交警的配合下 专案组对黄岛各路段 展开了仔细的搜查 但一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仍然一无所获 时间对那个侦破 按键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一分一秒 有可能让嫌疑人跑掉 嫌疑人消失得越久 被找到的可能性就越小 如果张林已经离开了黄岛 那么他最有可能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专案组民警只能再次梳理线索 他走得比较匆忙 我们去过他那个出租屋 什么东西都没有带走 我们看到专案组了 他有可能会和他的家里人 进行联系 事发时六小时后 专案组开始了千里追逃 他们先后去了泰安 辽城 几名 走访了张林的多位亲友 了解情况 张林的舅舅告诉民警 这个外甥从小没有父亲 母亲也早早改嫁 自从张林去了日照打工 他们就断了联系 但民警却敏锐地注意到 张林的舅舅在说谎 第一个话就是 我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我说他不是在日照里做生意吗 弟 他在日照做的生意做得好好的 你怎么说他不是上哪儿去了 你不知道他在日照吗 打电话说什么呢 他不就我出事了 他给你留了几个手机号 他 其实我没有他说一话 通话几个手机号 黄有个字是什么 他听不着他就非四十五 你非四十五就说那么的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要你回应我 他要说啥 我不跟你告一字 我 眼看谎言被击穿 张林的舅舅终于承认 事发当晚 张林曾来过一个电话 并说准备前逃 专案组通过亲属规劝张林 尽快逃案自首的同时 已布下了天如地网 一旦张林现身 立即实施抓捕 9月9日上午10点 迫于各方压力 96死亡逃逸事故 嫌疑人张林投案自首 事发时张林刚刚送完最后一批货 劳累了一天的他 想早点回家休息 当时天色已晚 出事路段又没有路灯 当他发现车前有人时 悲剧已经无法避免 就是回到第二天早上之后 我就想着是来自首 就反正就当时谁都没给说 反正就直接去箱子 我反正我得回去自首去 要是既然出了 心里外也是后悔 后悔 张林因为驾驶 未按规定检验的机动车 上道路行驶时 未安全文明驾驶 为保持安全车速 与行人横过道路时 未必让且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 为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 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根据中华英文公共博国行政取法法 第三次一条文明 现在将你作出行政取法决定的事实 理由 依据告知你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且终身不得起的机动车驾驶证 第一上告知的理由 你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吗 你上述告知事项 你是否提出陈述和声骗 我听清楚了吗 在张林自己看来 事先不好只是车祸发生的诱因 长期的疲惫奔波 让他早已不堪重负 家庭不好 你只能是自己努力去赚钱要价 一年365天 一天能平均是有谁 我要是吧 来日照两年 张林的蔬菜生意渐渐有了起色 为了维持生计 每天凌晨1点钟 张林就必须起床去批发新鲜蔬菜 一直要忙到晚上七点左右 才可以收摊回家 而张林本人在2015年5月才拿到驾照 事发时刚满四个月 尚在实习期 就不会开 有时候一旦开能开它就没事了 正是因为这种对待法律 对待安全的漫不经心 让张林在发生车祸的一瞬间 选择了逃逸 我当时也知道自己家庭挑户 家庭挑户不好 当时我懵懵地走 凭感觉往后倒到车开车走 反正我感觉就天塌了 他发的意识非常淡薄 这个车不知道去买保险 不知道年事 他发的意识强的话 他说这个事完全可以避免 张林因犯肇事逃逸罪 被判处游击徒刑四年零六个月 目前王刚正在准备提起民事诉讼 就是说想对人家守海方说 我感觉挺对不起 心里欠吧 就是说我出去绝对会换他 就无意向对守海方说这些事 生活的忙碌 并不是对安全意识淡漠的借口 血的教训 也许能让张林幡然悔悟 我们更希望类似的悲剧 能够不再重新 眼前这一幕发生在 2016年8月18日六十三十分区 福建省张州市赵安县澳头村 这对六群夫妇在捕鱼时被困在江坝中间 赵安消防大队的消防战士正在进行救援 消防战士先为老人固定好绳索 绑好安全绳 然后通过岸边消防战士拉动绳索 把老人顺利送回岸边 半个小时后 两名被困老人成功获救 据悉近日连续降雨 导致江河水位升高 两位老人依然冒险捕鱼 这才导致被困江中 平安365提醒您 夏季汛期江河水位变化大 居民应提高自身安全意识 远离危险区域 避免危险的再次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